《Song to Song》 《Song to Song》 台灣翻譯片名為女唱的歌 這次以《永生術》 拿過第六十世界 砍成影展金鐘鋁獎 大導演Terence Malick的新電影 演員陣容比上一部聖杯騎士還要豪華 有《異形》裡面的人造人 Michael Fassbinder La La Lame的Ryan Gosling 《因為愛你》裡面的Looney Mara 配角部分甚至還有Natalie Portman Cat Branch這兩位曾經拿過奧斯卡獎的影后級的演員 這部電影其實在2012年就已經拍攝完成了 所以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他們的樣子 其實都是五年前的樣子了 那為什麼會拖了這麼久才上映呢? 或許是因為這部電影比較特別 導演他想要跟演員用一個沒有劇本 即興創作的方法去拍攝這部電影 所以第一次出剪出來的時候有八個小時 然後經過了這五年才慢慢把這八個小時 剪成了兩個小時的版本上映 不過對我來說 現在看到這個版本還是有一些部分 是略於漏長的感覺 Terence Malick這個導演他近期的風格非常的特別 像是永生樹 他是一個非敘事的影像師 或許你會說沒有故事那還叫電影嗎? 可能我們一般人心中都會有這樣的疑問 但是其實電影在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是沒有劇情的 甚至是沒有演員表演的 等到電影繼續往後發展 他才吸收了戲劇、音樂、魔術等等的元素 才成為了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電影 為你唱的歌這部電影 延續了這個導演影像師的電影風格 不過他是有劇情故事的 雖然還是相當的破碎 只讓你看到這邊的一點點那邊的一點點 有點像是一個YouTuber拍了一整天的Vlog 把它剪成30秒的畫面一樣 雖然故事是破碎的 但是這部電影好看的地方在於 他的畫面非常的美 而畫面給人的情緒也是一直堆疊著 整部電影一直在快樂、悲傷、喜悅和痛苦 這些情緒之間來來回回 表面上的故事是一群紅男綠女歡歡愛的故事 不過Rudy Mala的角色一開始就講了 他在尋找一種生命中的真實 聽起來有點虛無飄渺 不過這的確是開門見山的進入這部電影的核心 聽起來很文青很高調 不過這的確是一部很文青的電影 他所追求的真實感是每一個人生命中都不可或缺的 我們其實常常在看電影、聽演唱會 或者是去戶外看風景的時候 除了得到放鬆之外 也常常可以得到這樣子的真實感 這部電影中每一個角色所面臨的每一個抉擇 都離這件事情越來越遠 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填不了的傷口 解不開的邪體 Terry已經開始說了很多年以後 在這些類似的經典的角色 他也有這個想法 在這類似的愛、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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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幫忙 我有一個狀態 我無法留下 每個演員在這部電影裡面 都非常的好看 也非常的有魅力 可是在導演這樣子的手法之下 你實在很難說有誰特別的突出 因為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劇情去支撐他們的表演 你還是會看到導演跟攝影比較多 我最喜歡Loonie Mala這個角色 他不斷地在學習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 可惜在導演三線劇情的交錯之下 還是顯得有些凌亂 如果能以他為主幹劇情去剪一個新的版本的話 我覺得會是非常好看的 我原本以為Loonie Mala跟Ryan Gosling會很配 結果沒想到Cat Branch跟Ryan Gosling 才有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劇中出現跟Loonie Mala講的很多人生道理的這個女士 是美國龐克搖滾教母Patti Smith 搖滾名人堂人物 是一位很重要的龐克搖滾詩人 你可以在《只是孩子》這本很有名的創銷書裡面 也是她跟她愛人的回憶錄裡面 看到更多她的故事 《問你唱的歌》這不是一部音樂浪漫愛情故事 而是一歌叩問生命的藝術片文藝片 你需要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才會看得下去 她不是一部不好看的電影 但的確會是一部不好消化的電影 如果你喜歡Terence Monick的風格 或者是你對這些演員非常的有愛的話 我才會推薦你去看這部電影 為你唱的歌我給的評價是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同樣的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 掰掰 加油 大家不要再按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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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